哈喽大家欢迎回来这一期的 Automagic 美洲360 今天就由我 Jadon 带你了解一下上个星期在车谈的精彩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Mercedes-Benz 在上个星期发布了两款 AMG 35 系列 所以 35 系列基本上就是对于那些需要一些运动化的 但是就不要到 45 那么 extreme 的车款 像这个 35 系列就是最适合那些群众 像这个 AMG 它是发布了两款车型 首先就是 G8 的 35 它是一个 G8 35 4 Matic 它是一个 AMG 版本的这个 G8 车型 所以它是可以看作是一个运动版本的 G8 所以这台车就和 G8 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引擎上面还有这个内需还有在外观都有很大的不一样 首先就是引擎它是采用一个 M260 的 2.0 的涡轮引擎 它是可以输出一个 302 HP 还有 400 Nm 的一个动力 所以它 0-100 只需要 5.1 秒 所以这台车基本上是一个刚炮的 SUV 在内饰上面也是采用非常多的 Carbon Fiber 而且有非常多的 AMG 的套件 像是有 AMG 的 Torque Vectoring 系统 AMG 的 Suspension 还有 AMG 的 Steering 所以这些都是 AMG 的一些匹配的东西啦 还有就是 A35 的这个 Sedan 版本 其实这个 A35 就在去年已经在马来西亚发布 但是那时候是以 CBU 进口方式贩售 这次就是 CKD 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所以它价格是便宜了一个 15,000 左右 所以这 15,000 便宜了过后 它还增加多一些配备 像是 360 的 Parking Camera Head-Up Display 是彩色的一个抬头显示器 而且也是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Wireless Charging 也是带有这个类似 Sport Chrono 运动模式的 这个切换键在这个方向盘上的 所以下降了 15,000 过后 它配备还增加了那么多 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两款车的一个details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可以了解上我们上个星期在Sepang 的一个试驾影片 所以如果这个 325,000 的这个 A35 你会选择它还是这个 C300 呢? 欢迎在下方告诉我们哦! 第二则新闻就是 Mazda Malaysia 也同样在上个星期发布了两款车 首先我就要以这个 CX-8 开始 这个 CX-8 它进行了一个小改款 其实也不是说一个小改款 就是只是一个 Minor Change 而已 所以这款车它只是在一些外观上 在这个水箱护照进行这个类似 AMG 的 点缀式的这个水箱护照 这样在 Bumper 上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在轮圈上面它已经进行着这个 物化的这个处理 所以看起来比较运动化 所以这台车主要就是升级了这个 2.5 的 Turbo 引擎啊 就增加多一个引擎的选项 所以之前很多人说这个 2.5 的 NA 不是太够力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 2.5 的 Turbo 它能够输出一个 228hp 还有 420 Nm 的 在动力来讲 真的是看起来相对的非常的不错 因为它是 CX-9 大哥 采用同样的一个引擎啊 所以它匹配也是这个 Sky Active 的六速自拍变速箱的 这个 CX-8 现在就有非常多的引擎 还有硅壳可以选择 首先就有三款引擎可以选择 第一就是这个 2.5 的自然进气 2.2 的涡轮柴油引擎 还有 2.5 的燃油涡轮引擎 还有在规格上面它也是非常多 你是可以看得出 Mazda Malaysia 就是为这个 2.5 的自然进气是主流车款 所以它为这个 2.5 的自然进气非常多的配备 首先就有这 2.5 的 Mid 2.5 的 High 还有 2.5 的 High Plus 主要的分别就是有七人座 就 2 加 3 加 2 还有 2 加 2 加 2 就中间有一个走廊 还有那个 2 加 2 加 2 有中间 Central Console 就是比较 Captain Seed 比较老板的风格 还有拿泡 ladder 的 这样这个 2.2 柴油引擎 还有这个 2.5 的温轮引擎 都是只是有这个 High Plus 的选择 就看起来那两个就是比较 Flat Ship 的车型 而 2.5 就是主流车型 就看大家要怎么样选呢 下一个新闻就是这个 MX 30 也就是 Mazda 的第一款电动车 所以这款电动车 它是由这个 35.5 KW 的粒粒子电子组成 它能够输出一个 141 HF 还有 264 Nm 它 0 到 109.7 秒 但是这款车它只是支持到一个 40 KW 的快充 所以它 0 到 80 的这个充电速度需要一个 36 分钟 你购买这辆车它就会送你那个家里的 Wall Box 是 Support 6.6 KW 的 SE 快充 所以你可以 5 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这台车充满 所以这辆车它是基于这个 CX 30 同一个平台而打造 所以你可以看作它是一个 CX 30 的电动车 这款车它是采用这个对开式的开门方式 有点像这个 RX 8 的这个致敬 但是这款车它在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开后面的门你必须开前面的门 所以这方便性来讲还可以啦 但是这个门就是帅咯 但是这款车它是采用非常的环保材质 你在内饰上面都是采用很多的 Vegan Leather 就是素的 Leather 啦 次素的人按你了喔 所以这款车在内饰上面也是采用更多的一些环保材质 像是这个木材的一些材质 所以这款车它也是更加的 High Tech 啦 因为电动车嘛 所以这款车全部的一些安全主动式配备都是有的 包括这个 MRCC 主动是巡航的 还有里面也是采用三连屏的这个设计 连 Aircon 的 Panels 都是电子的喔 这款车的售价是 199,000 它的续航里程是 199 公里 你当作一千块买一个公里啦 所以这款车上个星期就在这个 One Udama 展出 所以大家可以到各大的 Mazda Showroom 看这款车啦 第四则新闻就是这个 World War C40 Retrush 即将在明年登陆我国市场 其实 C40 你可以看作是这个 XC40 的一个 Coupé SUV 的一个造型 其实这款车两者都是同样的平台打造 同样的动力总成 所以 World War 2 有打算在马来西亚 Sea Caddy 本地组装这个 C40 因为基本上 Production Cost 都是可以 Share 的 所以如果你要赚多一辆车的钱 基本上都是 OK 的 所以这款车它是采用一个 78kW 就和 XC40 是一模一样 它能够输出一个 402hp 600 Nm 但是它 0-100就比 XC40 还快了 0.2 秒 所以 4.7 秒 因为这款车它整个是 Coupé SUV 的造型 车身更低 整个风阻系数更加的好 而且这款车它整个 Coupé SUV 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观 如果觉得这个 XC40 泰国的 SUV 风格 这个 C40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在内饰方面其实它是和 XC40 一模一样的啦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在外观后面是采用一个溜背式 所以在尾箱空间方面它开口更加大 灵活性更加的好 所以这款车大概会卖多少钱呢? 大概现在是没有一个公布价格 所以要等到明年才会发售 因为这个 XC40 它太过好卖了啊 这个电动版的 XC40 所以目前已经是截止这个订单 明年才开始接新的订单了啦 因为明年就会推出这个小改款车型 所以大家对这个 XC40 或者 C40 的 Recharge 电动车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一则新闻也就是这个吉利的 Monjaro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呢? 其实它就是这个吉利的信越 L 在这个菲律宾正式的贩售 所以这款车还是一个在吉利是旗舰的 SUV 车款 所以这款车还是有两个动力总成可以选择的 分别是 2.0 的 T4 EVO 还有这个 2.0 的 T5 引擎 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 它就是其实和这个 Volvo 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都是采用同样的平台 CMA 平台而打造 所以引擎方面也是大同小异的 首先前者就是 215 HP 还有 315 Nm 后者就是有 235 HP 还有 350 Nm 分别就是 0 到 100 7.7 秒还有 7.9 秒 所以这就是有两款引擎让大家选择 所以从照片看得出啊 这款车其实是蛮豪华的作为旗舰车款 前面都是采用这种三连屏的设计 所以整车的内饰是非常的有科技感 而且它的主机也是采用这个 5G 的互联网 所以它速度是非常的快 中国车它主动是安全配被 Condain 没有少给你的 全部都有给你配漆 而且这款车在中国市场还有一个 Level 4 的技术 但是来到菲律宾只是 Level 2 啦 但是这款车你可以看到整车的内饰 还有整个用料都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这个外观啊 它是有点像这个 Volvo 的 XC90 果然是同一个爸爸出来的一个车款啊 所以整车是非常的霸气 这款车我看来是蛮喜欢的啦 但是和我国市场绝对是有点无缘了啦 因为这个 Proton 即将推出在明年的这个 这个 XV 11 的 7 车款啊 就不是采用这个新月 L 就是采用这个豪越 所以这个新月 L 就是比较豪华 比较旗舰的车款 而豪越就是主流的车款 所以大家会喜欢哪一款车比较多呢? 而据悉我们马来西亚我国市场的豪越 也就是有这个器人做车型的 所以大家会期待吗? 今天已经 7 月 4 号了 所以这个 SST Assumption 已经过了 大家可以到我们 Automotive 的网站观看 我们的 Article 有列出各大车的品牌 上涨含有这个税务过后的一个价格 所以现在你 Booking 的话就是跟着 有这个 SST 的这个价格 怎么样都会贵一些 但是大家如果有幸的话 就在这个 6 月 30 号之前 Book 了车 但是还没有拿到车 政府也是给予一个非常宽裕的一个空间 到明年 3 月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 9 个月的期间 去 Register 你的车 9 个月应该够你等车了吧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 Book 了车 是不用担心你还可以享有 那个 SST Assumption 的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会怎样看呢? 你还会买车吗?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美洲360 的一些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也同时也观看一下我们的 IG Tiktok 还有小红书 我们会在那边分享很多的 有趣的汽车小知识 我是 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这个节目 这楼子今天传门 在这一时间 小红书 字幕志愿者和人 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